一些題目 立體 這種簡單的題目 其實就是現在會考會考的類型 就考簡單一點 基本觀念就好了 A跟B兩物體 我的質量是M1M2 M1比較大 用同樣拉力作用誰的加速度大 很簡單嗎 F等MMA嗎 你看你要說乘正比乘反比也可以 或直接看公式啊什麼大小都可以嘛 拉力一樣的質量就會跟 加速度乘反比 那我們質量大的加速就小 所以呢 質量是A大於B 所以加速就是B大於A 所以答案就選B 很簡單小事情沒事 但是就是會考會考的類型 會考會考的類型像這樣 很簡單 基本概念 大大小小比一比就知道的事情 來 科本習提問 固定力推一個裝水的車子 然後呢水的一直在流失 水流失代表什麼意思啊 然後咧 大家加速度會怎麼變化 來 可愛大帥哥 帥哥叫做 二伯 28 28誰 起立 這麼困難問自由生會不會太過分了 蛤 答案多少啦 我覺得不變 我覺得變小 我覺得變小 因為他還是摩擦力啊 多少 蛤 變小啊 是嗎 水逐漸流失啊 請坐 好啦 你讓我再跟你講 F&MA相同拉力 質量跟加速成反比 水流失 質量變小 所以加速度會變大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選擇叫做 建真 OK嗎 OK 去看題目 這也是好像講過 就是比一比的問題 就是簡單 但是屬於會考會考的類型 很簡單 直覺的是大大小小 比來比去這種 他說對一個東西吃力有123 加速度123 我要是你力量比124 那請問你加速度比幾比幾 老師說過不會比就不要亂比 把公式搬出來看一看 F等於MMA F等於MMA 那我現在呢是同一個物體 所以質量一樣 那質量如果一樣的話 表示力量跟加速度成 正比 力量兩倍加速度就兩倍 所以我的力量叫做1比2比4 那加速度呢 成正比嘛 比是一樣的嘛 所以呢也是1比2比4 答案就選豬 小吃一樁 簡單 再問兩個 問兩個 兩個 第一個就是 我用力量施他 一個產生加速度8 一個產生加速度16 第一個問你質量比 第二個是你說把兩個綁在一塊再推他 加速度會變多少 也是 你可以好好算 也可以用比的來算都可以 隨便 開心就好 第一個問題 質量比多少 質量比多少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Burr號 為什麼我今天都臭到這種人啊 8號 你越來越要站起來對我微笑 然後告訴我說我不會 IDK I don't know 大哥 請坐 不為難你 也不為難我自己 F&MA 拉力一樣 質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他的加速度一個是8一個是16 6叫1比2反比是1分之1比2分之1 也就是 2比1 2比1 所以他就2比1 OK 好 然後 那下一個 把兩個綁在一起再推他了 把兩個綁在一起再推他了 因為答案沒辦法整組 所以請你用最減分數表示 比如說3分之2 7分之6 諸如此類的答案 請用最減 我們通常國中 不能夠整除的時候都會請你用最減分數表示 把題目簡化一點 OK嗎 來我們要找帥哥 帥哥男 26 26 26號大帥哥 誰啊 26是誰 來好帥 超帥 世界帥 快點 多少 3分之1 3分之16 3分之16 好特別的答案喔 請坐下 這個數字好神奇喔 來f等2ma 他會成反比 f等2ma f一樣 質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然後綁在一起的時候 質量會變成3倍 剛剛不是 2比1比2嗎 加起來變3嘛對不對 就會變b的3倍 所以呢 加速就會變成3分之1 反比1分之1比3分之1 啊 所以 答答答答答答答 就等於3分之16 就算完了 這就是我們的 簡單小問題 就靠一些比來比去的啊 知道這個大那個就大 這個大那個就小 這樣就可以吃來解決的 東西 很容易 很簡單 但是也屬於考試會考的類型 可以嗎 可以 很好